大叔为了成仙一直坚持行善 每做一件好事就会在伞柄刻下划痕 今天为大家带来奇幻故事 黑伞 故事发生在7月14号鬼节 一个驼背的小个子大叔拿着一把黑伞走在路上 他就是我们的主角林伯 很快林伯来到了一个十字路口 他停下来等待路灯 可是旁边的一个大婶却想闯红灯 此时一辆公交车正准备过来 于是林伯急忙用伞将大婶勾了回来 没想到不仅没有得到对方的感谢 还被大骂一顿说他吃人豆腐 似乎林伯对这种事已经见怪不怪 并没有多向对方解释 他掏出小刀在伞柄上刻下一道划痕 之后林伯坐上一辆公交车 却因为睡着而坐过了站 就在这时一名迟到的歹徒跳上车打劫 林伯一脚将他手里的刀踩在地上赶走了劫匪 司机十分感激林伯 作为回报还把他送去了目的地 林伯满足地在伞柄上刻下另一道痕迹 之后林伯在巷子里遇到一个因欠债 被黑社会殴打的赌徒 林伯想也没想就出手阻止了黑社会 还叫附近的警察来抓他 黑社会见状赶紧跑路 完事后林伯在伞柄上刻下第三道痕迹 并劝赌徒戒毒 不是每次都这么好运的 对方却说他多管闲事 林伯没说太多离开了 之后他遇到了一个战阶女小红 小红呢 因为家境贫困才无奈做了这种生意 原本今晚在座最后一单 就打算金盆洗手回老家 现在却不小心扭了脚 最后一单生意也做不成了 众人为了的林伯便决定送小红回家 一走到小红的住宅 林伯就说这栋楼不妙 去年出了火 宅子死了很多人 但他安慰小红没什么大碍 随后两人上了楼 谁知一进门 小红就开始脱衣服 原来他的脚扭了都是装的 他就是故意骗林伯 进自己圈套的 林伯劝他回头试案 小红却说 做什么工作又有什么区别 反正都是为了钱 林伯干脆掏出钱包 打算花钱让自己脱身 谁知钱包怎么也找不到 原来呀 钱包刚刚在街上 已经被小偷给拿走了 小红一看他没钱 于是开始翻脸大喊 还叫来打手教训林伯 恰好这个打手呢 是他之前在巷子里遇到的黑社会 薪酬旧账一起算 黑社会一脚狠狠地踢向了林伯 另一边视角转向门外 房东来向小红要房租 可是门怎么都打不开 于是叫了几个小弟过来开门 一进去却发现 屋内满地血迹 浑身血迹的林伯 正啃咬着小红的尸体 吓坏的房东和小弟 赶紧逃出了房间 原来啊 林伯是一只千年老妖 为了修行成仙而美日行善 已经这样坚持了整整129年 只要今晚再做最后一次好事 他就可以成仙 却没想到如今的世道啊 早已人鬼难分 好人也是十分难做 他百般忍耐 最终还是任无可忍 最后林伯将黑伞交给小红 让他成为自己的替身 而小红就在雨夜中 举着伞向路过的人搭话 寻找一个新的替身 所以遇到无主的伞 千万不要回应他的问路哦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看到这里 咱们下期见 嗯 fiction 我们下期再见